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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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亚时公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8月财新制造业PMI录得53.1,高于市场预期的52.5,近期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确已经率先走出了新冠疫情,时段内奥楚行还公布了9月利率决议,如预期维持现有政策不变,也没有带来多少市场影响。 今天欧美时段,市场将主要关注美国8月ISM制造业指数,若数据结果低于预期,美元可能进一步因此而承压,但若数据结果高于预期,能否扭转目前市场的大逻辑? 周一8月31日,在彼得森国际研究所主办的美国货币政策介绍和讨论研会上,美联储二把手副主席克拉里达表示,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适当超出2%的通胀目标,通胀势度高于目标水平是合适的,以表明通胀可以在目标的两侧同时运行。 克拉里达直言不讳地指出,通胀预期对政策至关重要,但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。 另外,克拉里达还称收益率曲线控制或许有一席之地,但当前不太可能采取此类行动。 克拉里达补充道,鉴于美联储主席波威尔上周央行年会宣布了调整后的货币政策框架,决策者可能会将对于9月公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摘要进行调整, 以便于在今年年底前就任何潜在的变化做出决定。 美联储二把手的上述言论后,美元指数进一步扩大跌幅至周二9月1日亚市最低下谈91.77,摔薪于两年新低,与此同时黄金受到提振。 经历反复后拉升并一度逼近1990水平,创8月20日以来新高。 截至周二9月1日亚市实验期美债收益率为0.71%, 尽管较3月低点0.36%,有一定幅度的反弹,但已长时间维持在1%之下。 由于疫情失控,令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,美国政府加快了举债的脚步。 债务总额已超26.70万亿美元,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30%, 与此同时,美联储寄出了无限量QE这个大杀器,在疫情爆发以来向市场注入了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暴跌至0.36%,逼近零值。 也就是说,目前10年期美债扣除通胀的实际收益率也低至负值。 同时,美联储重新定义通胀目标,将动用其所有的工具以稳定通胀及促进就业。 认为通胀适度高于2%,目标水平是合适的。 如此看来,10年期美债收益实际收益率恐将进一步扩大负值, 而这样的结果对没有涅吸功能的黄金是非常有利的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,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明天再见。 明天见 明天见